外电消息来看到美国总统大选的首场辩论 将在美东时间29号晚间 在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登场 而在辩论前夕 总统川普再度质疑对手拜登的精神状况 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表示 他强烈要求在辩论会举行前后 拜登应该要接受药物检测 而他自己也同意接受药检 川普过去就多次曾经质疑 这拜登可能是服用不明药物来增强自己的表现 两人还没有开始辩论呢 川普又挑起同样的话题 显然是想刺激对手 要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川普拜登两强对决 首场辩论29号登场 不过在辩论前夕 川普推文要求拜登和他都应接受药物检测 无奈苦笑之后拜登回应了 拜登欲言又止 看来是不想随着川普起舞 川普之前就多次质疑拜登的精神状态 川普曾说过民主党党内初选的几场辩论会 拜登一开始表现很差 却在最后一场辩论中突飞猛进 川普就怀疑拜登嗑药 川普执疑拜登服用类似兴奋剂的药物 但却提不出证据 拜登之前曾予以反击 川普在造势场合经常拿瞌睡桥 爱困桥或是迟缓桥来严于拜登 颜词尖锐而犀利的川普 在辩论会上肯定不会留情面 拜登要如何接招 各界拭目以待 刘勇伟编译 新冠被言肆虐 中国教育界出现了很多乱象 河南郑州有学校 依然是实施封闭式的管理 学生想偷出校园 还得偷偷翻过栅栏十分的危险 而辽宁则是有私立 学校本来就均营不善 又因为疫情雪上加霜 日前突然宣布破产倒闭 留下了学生无人管理 校园一片狼藉 学生成群结队 一个跟着一个接力翻栅栏 有人堆起砖块当作垫脚石 小心翼翼握住栏杆尖刺 就是为了翻墙回到学校 究竟为什么不从正门进出 原来是因为学校 还在实施封闭式管理 逼得学生只好出此下策 你们学校不是解封的吗 没有解封 我看微博的时候说解封了 没有 我看不见 解封的为人笑 中国许多学校因应新冠肺炎 实行封闭式管理 河南郑州这所学校的学生 被关得受不了 纷纷翻栅栏出去透透气 只见危险场面一再上演 就连家长想送东西 也要翻紧翻出 听到说这学校黄 校长跑了 你看这平时的 疫情肆虐 中国教育界乱象平穿 辽宁复兴还有私立学校 日前突然破产倒闭 师长全部离开 无人管理的学生愤而私疏 直骗洒满校园 我们学校正常是招190个名额 之后学校为了赚钱 招了300多个 当地教育局人员承诺 将妥善处理问题 尽快安置师生 目前这些学生 已有其他学校接手 27号来到新学校报道 避免受教权继续受到影响 综合报道 被称为欧亚火药库的高加索地区 再度爆发冲突 亚塞拜然因为亚美尼亚 因为争端地区 纳卡共和国爆发了战火 目前总计造成了23人死亡 当中包括了部分的平民 纳卡共和国属于亚塞拜然 但实质上却是由亚美尼亚人 来实质的掌控 双方指控对方先开火 美国法国以及伊朗等国 呼吁双方停止冲突 并且表示愿意提供调停的协助 几波狂吼猛炸 几辆坦克不是冒出大火 就是消失在黑烟中成了废铁 地面部队在敌人炮火之中 持续挺进 有欧亚火药库支撑的高加索地区 周末再次爆发武装冲突 过去多次交战的亚美尼亚 和亚塞拜然 这次再度因为争议地区 纳卡共和国指控对方先开火 外界战士无法证实 任何一方的说法 但当地传出除了有军人阵亡 已经有部分平民惊传死伤 纳卡共和国立出亚塞拜然 却是由亚美尼亚人实质掌控 过去曾经在1990年代引发战火 总计造成三万多人死亡 今年7月才爆发边境冲突 造成16人丧生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祈求和平降临 但位于欧亚之间的高加索地区 不止族群关系向来紧绷 也是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冲突前线 同时也是离海油气管必经之路 任何动荡都将冲击油价以及国际市场 包括美国法国以及邻近的伊朗 都呼吁双方停火展开对话 张力德编译 日前一名藏族纽约警察 疑似是中共间谍遭到逮捕 前CIA反情报主管 接受纽约邮报的专访 表示在纽约的中共间谍 任何时候保守估计都有超过100人 叙述纽约市正遭受前所未有的间谍攻击 而日前国务卿蓬佩奥也透过纽约邮报 指控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 是中方在美国间谍活动的一大枢纽 表示近期还会有更多的逮捕行动 揪出藏族纽约警察昂旺 疑似是中共在美间谍 但美国大众现在恐怕想问 纽约市到底有几个昂旺 任何时候就有一百多个 这是美国中情局CIA 前反情报部门主管奥尔森 接受纽约邮报专访时透露的数字 纽约邮报才引述国务卿蓬佩奥的说法 指出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 是中方在美间谍活动的一大枢纽 近期还将有更多逮捕行动 昂旺的案例显然只是冰山一角 近年已经投入反情报研究和教学的奥尔森 在专访时提到 中共加速吸收在美间谍 透过社群网路 找寻对中国有感情的华人下手 说服对方在灰色地带替中国做事 在纽约警戒任职的昂旺 就被中共看作是情搜的金矿 其他前CIA专家更表示 不止美国警戒 美军反情报机构 都是中共渗透的主要目标 不断描绘中共在美间谍活动扩大 持续考验紧绷的中美关系 张立德编译 美国德州部分地区 经传供水系统 可能遭到致命的食脑菌污染 当局对多座城市发出了警告 要求民众暂时不要用水 月初有一名六岁男童 感染了食脑菌死亡 CDC采样发现了 公共喷水池跟消防栓水源 都验出了这种俗称叫 福里市内阁菌的 内阁里虫的食脑菌 虽然历年来在美国感染了罕见案例 不过一旦感染的话 死亡率高达95% 一箱又一箱瓶装水搬上车 超市内的民众把购物车堆成小山 新冠疫情侵袭下 这座美国德州城市 再次出现疯狂抢水的恐慌景象 担心新冠病毒 现在当地人还得提防水中 另一种致命病源 俗称食脑菌的福尸内阁里虫 9月8号夺走一名六岁小男童的性命 男童先是抱怨头痛 几周后不幸死亡 美国CDC派员前往当地采样 在供水系统中验出福尸内阁里虫 当局在公共喷水池消防栓等水流中 都验出福尸内阁里虫 目前无法确定男童的感染源头 当地供水系统至少50%来自水井 CDC正在调查是否有大规模水污染的情况 目前当地已经进入灾难状态 包括居民以及餐厅用水都大受影响 服尸内阁里虫以类阿米巴的形式存在 通常会沿着嗅觉神经进入脑部 但在美国感染案例非常罕见 一旦感染死亡率高达95%以上 张力德编译 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 大家最熟悉的是唐朝的杨贵妃 唐玄中宠贵妃出了名 富丽堂皇的离宫成为两人的爱潮 甚至唐朝诗人白居易 也在《长恨歌》当中有提到 如今离宫的样貌曝光了 中国考古人员花了两年的时间 挖出了离宫规模最大的建筑群 朝圆阁 这是盛唐时期最高水准的宫廷建筑 更是目前唯一被发现的 唐朝高台建筑遗址 杨玉玄对离宫的富丽堂皇赞叹不已 晋升贵妃后 唐玄宗扩建离宫来宠爱杨贵妃 唐朝诗人白居易把这段史诗 写入《长恨歌》中流传千古 吸引大批考古学家远赴离山挖掘 我现在能看到的 这个是朝元阁西侧的这个踏步 他这个踏步 台阶是踏步 就是上下这个朝元阁 陕西省考古人员从2018年开始 在西安离山西秀岭上挖掘朝元阁 这是唐朝华清宫离山禁院内 规模最大的建筑群 是盛唐时期最高水准的宫廷建筑之一 也是目前唯一被发现的唐朝高台建筑遗址 考古人员已经挖出朝元阁主体建筑 包括东西两侧踏道跟廊坊 总面积超过2000平方公尺 还在东侧廊坊下发现碳化的地幅 是中国境内保存最完整的地幅遗迹 人家建筑设计的高超水平 也让人更了解唐朝建筑 对后世建筑产生的影响 林一齐编译